英国新首相戴维卡梅伦 星期三静悄悄地抵达唐宁街10号 首相官邸 开始他就任的第一天 但是他还没有宣布新政府的人选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英国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 组建联合政府的协议敲定之后 卡梅伦星期二出任英国首相 结束了工党13年的统治 上个星期的英国大选 导致工党领袖布朗辞去首相职务 保守党获得议会的大多数席位 但还不足以成为多数党 因而被迫同自由民主党组建联合政府 这是英国自二战以来首次组建联合政府 自由民主党的第三号人物 尼克克莱格担任新政府的副首相 他说 我希望这是我一贯信奉的新政治的开端 即多元化复合化 不同派别的政治家走到一起克服分歧 为整个国家组建一个优良的政府 在新政府繁忙的一时 日程中处理英国预阵乏力的经济 以及它不断膨胀的债务 无意成为当务之急 在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 英国至少有130万人失去了工作 数以万计的人失去房屋 卡梅隆保证要在50天之内提出一个紧急政府预算 他表示 尼克克莱格和我都属于那种愿意抛弃政党分歧 为公共福祉和国家利益努力奋斗的政治领袖 根据传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白金汉宫举行仪式 任令卡梅隆出任新首相 卡梅隆表示联合政府将面临一系列挑战 但是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将会一同努力 为英国提供一个有利而稳定的政府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